對 沒錯 事實上大家都說老保會破產 事實上老保破產只是一個所謂的 明目上的數字是如此 但是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讓他破產 所以基本上老保是不會 你不會領不到 只是說未來可能領得少 或是繳得多 或是政府撥得多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老保的財務狀況來說 大家都有提出相對的解應方案 我們可以看到說三個總統候選人 像侯友宜 他認為未來的政策方面來說 是老保年改每年要提撥 一千億 也就是說從政府撥補一千億進去 他的這個主張是這樣 第二個賴清德他就說 他絕對不會讓勞保倒閉 對不對 另外他就說蔡英文總統在這五年來說 持續的撥補了兩千七百六十億元 所以未來他的方式 應該也是持續的撥補的一個方案 但他提出一個叫退休金條例 這個其實我必須說 這個不是勞保 這是勞退 退休金基金來說的話是加入鼓勵機制 讓這個資方能夠提撥超過百分之六 因為我們要事實上目前為止我們的勞退 就是跟著我們的帳戶的勞退來說的話 資方提撥百分之六 我們可以自提百分之六 那他是說希望能夠讓資方多提增加百分之六 可能提高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是勞退的部分 那勞保的部分他們解決方案也是 就是政府丟錢 對丟錢 那柯文哲來說的話你看他就說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勞保破產的危機 他主張每年在也是撥補一千億左右來救急 直接都是拿政府的錢 對 但是他有說每年要召開什麼年金改革的會議 然後勞保這個討論勞保永續的這個方案 那事實上大概三方的這個主張 其實大同小異 沒有什麼太多不一樣的狀況 好那我們就講 實際上勞保為什麼會破產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年很多 這個算是這個開始很多人要退休 所以我們知道勞保這幾年的支出跟所謂的這個 他的平衡表來說的話你看 從2017年這個短支275億 然後2018 253 2019 228 然後2020 487 然後21年 228 然後今年預估是386 那政府都有撥補進來 所以這幾年的狀況當然會比較好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面臨到就是說 真的很多老人要陸陸續續的退休 借領要退休 說我們即將迎來大退休 對 因為很正常 因為我們知道戰後的這個嬰兒草 陸陸續續要退休 所以這個這些人非常非常多 那你知道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你看我們的這個一次請領的老年給付 跟老年年紀是逐年增加 這個很有趣 因為很多人在討論 像我身邊常常看到 他們都會問我說 我的那個勞保 到底是一次領還是逐年領 那他們都會說 因為勞保會倒 所以我現在一定要一次 統統把他領出來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 結果這樣子就會變成他更快倒 如果是說我給大家幾個想法 如果是說你能夠自己領出來之後 能夠有所謂的自己的投資組合 那我覺得你不妨是可以領出來 但是我是建議大家還是用 年金給付的方式 因為這樣來說 因為很多人領出來的時候 就可能被騙走或是幹嘛 我覺得這個風險都滿大的 我剛才講 年金 勞保年金是不會倒的 所以你領得越久的話 如果你用年金制度來說的話 你會領得更多 所以你不用擔心這一點 所以這有一點像是假議題 因為他快倒的時候 政府就趕快拿錢給他 他就是撐過去 所以我才說這個事實上 沒有錯 大家會有這樣的緊張 會怕領不到 但是事實上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你看三個總統候選人都說 絕對會讓領得到 所以你不管選到誰 他都會把他撐下去 那為什麼陷入這樣的局面 很簡單嘛 就是因為出生人口越來越少 我們看到我們現在年齡結構 就是老人很多 那年輕人很少 那年輕人才是這個 繳這些勞保的這個主力 繳錢的人很少 領得很多 而且這個狀況越來越嚴重 所以這個勞保 為什麼大家會很擔心 有一天還是會 持續的財務會更加惡化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那再加上說 很多人現在 因為勞保 我們有相關的規定 對不對 他就會用一些所謂的方法 去投機 我們必須講 這個也是我們的權益 你這樣做也沒有錯 比如說我們以前 我們勞保的給付 是用你的投保薪資 對不對 然後在這次的改革方案之前 我們本來用的是你最後 人生最後階段的薪資去算 最後五年的薪資去算 原本是你最後的薪資 對 那結果很多人就會到 這個最後要退休的時候 就刻意把薪資拉高起來 去投保那個貴一點 那你知道投保十五年的話 你就可以領這個 比較高的退休 以前是這樣 那你現在政府就很聰明 他說那我們要五年 甚至要更長的年限 但是問題是現在大家也說是這樣 好你要五年 那我就退休前五年就這樣做 所以才說有什麼方案 結果民眾就有什麼方法 退出來 那這個 一定都很聰明 對 一定都很聰明 所以毫無疑問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支付的金額會非常高 譬如說你看 我們政府目前是希望說 勞保 大概是可以投保到你的這個 勞保給付的這個 所以你投保薪資的 百分之五十八到六十左右 譬如說你看 他這個王先生他退休的時候 勞保金是四萬三千九 然後他領的年金是兩萬四千九 大約是五十八個percent左右 他的所得替代率 對 替代率大概是這樣一個狀況 那我必須講 未來怎麼解決呢 其實我覺得解決方案 就其實很清楚 怎麼很清楚 第一個 我們目前的勞保的破產年限來說 一般預估是二零二八年 二零二八年也就是說 我們的本金就沒了 然後就變成是整個本金都變成是富的一個狀況 所以人家說有可能會破產 但是怎麼解決有幾個方案 第一個成立所謂儲備基金 這儲備基金很簡單 就是政府繼續撥補進來 這樣一個狀況 第二個是實施多角少領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可能會繼續發生的事 因為其實我剛才就講了 以前我們是用投保薪資的最後一年 對不對 那現在是變成是前五年 未來可能還會繼續再拉長 這樣的話會讓你的投保薪資的會降低 那你投保薪資降低之後 你領的錢就比較少 這是一個方案 所以你可能少領 第二個可能性是把費率拉高 我們目前的費率約莫是大概快要10% 未來可能會繼續拉高 就變成說我繳得多 然後領得少的一個狀況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破產應該是不會的 那另外有一個叫做勞退薪資的自選 這個其實跟勞保不一樣 勞退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勞退 還是委託我們的勞動基金 然後勞動基金他有委託給外面的 這個去操作 去多賺點錢回來 但是我們目前還是只能夠投資 在那個帳戶裡面 那未來像外國有什麼強基金 香港有什麼強基金 你可以自選 這是另外一個方案 當然我覺得其實勞保有一個 我們可能要討論的重點就是 怎麼去拉高他的投保率 那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我們的 如果你去看勞保基金裡面來說的話 我們的基金大部分都投資什麼 投資公債產品為主 那那個就是非常穩健 但是他的報酬率比較低 對那除非是說 很多立委都主張說我們把它拿掉 可以投資很多更多的商品 但是這又一個問題 你投資萬一賠錢怎麼辦 萬一賠錢怎麼辦 所以我才說這個其實怎麼 大家都說要拉高投保率 拉高投保率 但其實想是很容易想 但是怎麼做 我覺得才是比較困難 是用個國外的例子 你看像是美國或者是英國 他們都是把這個勞保或勞退拿去做更多有效的一個操作 甚至是你自己這種我們所謂保護 你都可以去挑一個投資組合 很像買基金一樣 讓你自己的這個退休帳戶 可以這個錢滾錢變很多錢 對沒錯 國外是這樣的方式 那所以我們才說 未來是不是可能 我們勞保是不是有可能朝這個方向 也可以自選 那個這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牽扯到非常多法令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可能要這個 這個柯文哲說要召開國事會議 我覺得其實這個可以召開國事 大家一起來討論 討論一下 怎麼解決 這個才是 因為畢竟是關乎每一個人的這個事情